我给你说啊 宝莲 我妈回来了 我给你说啊 宝莲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那她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呀 你别管那么多了 她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来 崇敏 你坐下来来 崇敏 我跟你说啊 董事长跟她老婆 已经离婚了 什么 真 真离了 真的 邵华跟我说的 这还有假 董事长跟她老婆 这份恩情 我 我真不知道 怎么报答才好了 崇敏 这份恩情啊 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让妈妈和董事长 赶紧结婚 赶紧结婚 唉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你有没有对 没有对 。 我 我的天啊 我 有 我 我 这样 我的天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得千万瞒着大家 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 你从明天开始 你要好好对玉玫 你就真的把她当成 就真的把她当成王光耀的太太 好不好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你听到没有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 怎么这样呢你 不是 睡不着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爸妈会离婚 我怎么能睡得着 我也是 摄身处地地想想 如果今天是你和我 不会的 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 看到爸妈这样 我更坚定了跟你一块 要相守到了 少华 你答应我 不认发生什么事 离婚这两个字 都轻易别说出口 我答应你 答应你 你说爸爸 真的要跟玉玫阿姨结婚吗 不知道 从来都没想过 哎呀不想了 都不想了 我想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会想到了后果 我们多想也没有用 敏军 你要答应我 这段时间一定好好地照顾妈妈 陪着妈妈 Ay 明天 明天的庆幸又不知道会是什么呀 朋友 孩子 主人 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陪妈 你妈呢 董事长 我妈被阿姨交到屋里去了 好 美美 来 来 董事长 你坐下 你干吗带我到你房间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今天头发怎么这么乱 我帮你整理整理 那怎么好意思呢 董事长 你坐下 你今天听我的 我帮你好好打扮打扮 来 你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扮打扮 敏军 敏军 怎么了 你过来 我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啊 是关于林坤的 林坤 他怎么了 我发现 他管理指向厂的时候 做得不太好 宝莲 那你就公事公办 让他做到好为止 这要求也太高了 他是你弟弟 宝莲呢 就是因为 他是我弟弟 才不能让人家在背后说闲话呀 你帮我好好看着他呀 你放心吧 要不你这样 你回娘家跟他说一声 而且你妈妈家在中间 我实在不方便说 我会说的 纸箱厂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这纸箱的规格 有时候不对 材料也不好 你是说偷工减料 这个 这我就不知道了 有可能 是你弟弟想多挣点呢 这话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呀 要以你妈的性格该怪我了 不过 至于林坤在其他的方面 你就大可放心吧 他除了管理纸箱厂以外 我还交给他别的业务 他挺聪明的 干得不错 宝莲 我这个弟弟麻烦你了 你帮我看着他点 好好教教他 至于纸箱厂的事 我会跟他说的 放心 行 敏俊 要不 你现在就回去跟他说说 这事啊 以早不以晚 好 他怎么会这样的 妈 我回来就是想问林坤 他那个纸盒厂 他是不是偷工减料了呀 他不可能 我跟你说 这林坤跟我说过这个事 他是严格按照公司的规格在做 他怎么可能偷工减料呢 再说了 就算是偷工减料 他也不会在自个儿的公司 偷工减料啊 你说是不是 这话谁说的 是公司里别人传回来的 我就是问问他 您别着急 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 小子 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他回来 这丑闲子 妈 妈 这孩子 妈 我把你弄到公司多不容易 你说你搞什么偷工减料的事情 你让我这老脸忘哪哥 让你姐姐在忙家怎么过 你说你这孩子 妈 您动口别动手 不是姐 什么情况这是 我在公司可是经业认认真真 什么偷工减料 妈你说什么呢 我这一回来你又打又骂了干嘛 我做什么上天害理的事了 你不 我 林坤 你跟姐说 纸箱厂怎么样 挺好的 特别好啊 姐 什么意思这是 宝莲说林坤没管理好工厂 但是我不能说宝莲告诉我的 那么 应该是林坤经验不够被人蒙了吧 林坤 嗯 你听姐说 纸箱厂的事以后啊 你要多听宝莲姐的 什么事你多问问她 知道了吗 我 我懂啊 放心吧姐没事 那偷工减料的事怎么回事 妈 你别着急可能是误会 你看我婆家那边一堆事呢 我先回去了 没事吧 您别等你 行行行行 你忙你就先去吧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事 什么事 照顾好你弟弟啊 你要照顾不好 我可真不认你啊 妈 我知道了 先走了啊 赶紧去吧 慢点儿去 记着 嗯 没事 朝回来看看 不是 妈 您跟我姐刚刚那胡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了我 我就是让她啊 在那个公司里多关照你 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真是的 不过儿子 话说回来啊 你还真的 严格要求你那厂子里的人 别弄出什么 偷工减料的事情 让亲家看着 说咱没能力 我这老脸也没地儿搁呀 我没能力 我能力很强嘛 您去工程商家问问去 我很认真的 连宝连姐都夸我好吗 哟 当谁夸你呢 宝连 你看她那个眼睛 寂里咕噜的一天 有一句俗话这么说的 眼不正则心血 哎呦妈 我说您哪来这儿一套一套的啊 我跟您说啊您就是想太多了 我还有事先忙了 不跟您聊了 喝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鲍连 怎么了 阿姨 我从跟崇明认识到结婚 一直到现在 我眼中的阿姨 从精明能干到和安可亲 但是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 阿姨您这么宽宏大量 肯牺牲自己来成全我妈妈 阿姨 请接受我深深的谢意 宝连 别这样别这样 宝连 我哪还有什么伟大 对了 宝连 您有没有什么方法 阿姨 您跟董事长 真的离婚了吗 这 我们是到了民政局 不过啊 玉梅就是不肯跟光要结婚 其实我也觉得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嘛 宝连 您要是有种好方法 您跟阿姨说说看 我想想看 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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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连 阿姨 办法倒是有 但是 说起来容易 但做起来太难了 而且 这大家要是知道 这主意是我出的 肯定会骂死我的 没有一个人会原谅我 你不用担这个心 我答应你 我绝对不跟他们说 是你说的 你说吧 要想让我妈妈同意 除非 除非怎么样 阿姨 除非您离开 我 我不是已经离开 让他们在一起了吗 我说的 不只是离开董事长 而是 离开这个家 什么 离开 阿姨 除非您离开这个家 我妈妈才会觉得 您对这件事情 是很坚持的 阿姨 如果您不离开这儿 说到底 您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啊 而且我们都知道 您和董事长 感情那么好 这离婚也就是个形式 我妈妈她 她不肯同意 是因为她尊重您 但如果你去跟她说 说她要跟董事长不办手续 您就搬出去 再也不搬回来 我想 我妈妈一定会同意的 你说什么 我还要搬出去 阿姨 我说的只是 暂时地搬出去而已 等他们一办完手续 您马上就搬回来住 这样行得通吗 是 您刚才自己问的我 我才说的 但这件事情怎么做 得看您自己决定 阿姨 您可千万别误会 我 我一点都没有 要赶走你的意思 一点都没有 真的 宝莲 你别担心 我 我其实 我当初只是为了想要给玉梅一个名分 我根本就没想搬出去 我是怕说 我如果真搬出去 那事情会不会越闹越大的 阿姨 如果您搬出去 以我妈的性格 她肯定怕您不搬回来 所以她一定会答应的 对 阿姨 您对我妈这么好 能这么做 我们真的特别感动 而且 我妈就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 要再不做 阿姨 您的一番苦心 不过也是白费了吗 阿姨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 真的谢谢阿姨 我该怎么办呢 难道 我不离开 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吗 我当初骗大家说 我跟光耀已经离婚了 我就是为了想要成全玉梅 给她一个名分 我 我怎么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呢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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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还要坐多久啊 是河里逼我们出来的 我们在外边多待一会儿嘛 多待一会儿 那还要待多久呢 等一会儿再到公园走走 还要去公园啊 那走到什么时候呀 晚饭的时候 晚饭的时候 晚饭回家 晚饭在外面吃 但是 何力让我们在外面吃晚饭 还要在外面吃晚饭啊 这两天崇明 天天带我去到外面去吃饭 我都超害怕了 光耀 你告诉我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光耀 看报纸呢 看报纸呢 我去上洗手间吧 我最后一会儿 你每次要学习 你没有啊 你也是 要我离开 我 我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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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家具陈设 也全是我亲自 一件一件地跳 一样一样地去买回来 现在却要我离开这里 就算是战士 我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不是真的要走 对 包脸说的没错 既然我要成全愚昧 那我还有什么走不开的呢 我呀 我不是一起用事 你好好照顾玉美 不用来找我 我会跟家里联络的 宝莲 笑什么呢 妈 这吓我这大跳 我声音又不响 你吓什么呀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妈 不是跟董事长出去了吗 怎么回来了 宝莲 你和崇敏都已经结婚了 妈真希望你们早点给我生个孙子来抱 加把劲啊 妈 您这话说了多少遍了 这刚结婚哪有这么快啊 我知道没那么快 可是妈着急啊 妈担心 宝莲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啊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待我 呸呸呸呸呸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 妈 你乱说什么呢 那天是你陪我去医院的 你跟我说实话 我到底得什么病了 什么病 不就是糖尿病吗 你没骗我 没有 我真没骗你 如果你没骗我 那和立洁 你什么要回光要非离婚呢 这我就搞不明白了 宝莲 妈 这事啊 要认真说起来 您才是董事长的老婆呢 而且您也该有个名分了 要不然 崇明怎么叫董事长医生爸爸呀 毕竟他也是王家的子孙啊 什么太太啊 什么名分的 我都不想 再说崇明到现在都不肯认爸爸 我也没办法 和立姐呢 没看见啊 可能在楼上休息吧 你看她这样安排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我还是回老家去吧 妈妈 你怎么能回去呢 这事情都还没解决呢 这逃避不是办法 那要怎么解决呢 他们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离婚 肯定是因为我 我还是走 妈 你要走了 这崇明回来看不见你 会骂死我的 这不行 那不行 那 我还是躲到房间里不出来行吗 妈 这个老太太 怎么脑筋这么死矮 只要他跟董事长结婚 这崇明 就顺理成章地成王家的孩子 他就只想到自己不好意思 根本没替我这个儿媳妇长相 不行 我得赶紧让崇明信我 那个和立 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回来 怎么会儿就要遣秤 我就在这儿先待上半年吧 等玉梅身体真的不行了 我再回去 老莲 敏俊 敏俊 回来了 你买好吗 好 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我跟他们说了 宝林 林坤他没什么经验 你帮我教教他 我也跟他说了 让他以后都听你的 你就放心吧 咱俩这么好的姐妹 我把林坤当亲弟弟一样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谢谢 我妈呢 阿姨啊 好像在楼上休息吧 对了 我妈也回来了 你妈回来了 爸爸呢 董事长 还没回来呢 不过 我妈一回来 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怎么敲门都不开 你说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这老人家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好了 我先去做晚饭了 一会儿等爸回来 我再叫妈和玉梅阿姨下来 他们三个总要见面对 我刚刚啊 把所有的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还做了我的拿手菜 要不然 全王家上上下下 都以为只有你这个媳妇 才会做饭呢 你呀 永远要争第一 那当然了 爸 玉梅回来了吗 董事长 玉梅阿姨她回来了 董事长 我妈一回来就把自己锁在屋里 不肯出来 爸 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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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呢 在楼上 我妈呢 好 妈妈在房间里头 不肯出来 敏俊宝莲 你们上去把他们俩叫下来 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是 是家里有出什么事的吗 等他们下来再说 妈 光业了 什么事 坐吧 妈 我还是站着吧 妈 你怎么那么不大方啊 什么大方 这种事情能大方吗 爸 我好了 妈不在房间 行李也不见了 只留下一封信 怎么回事 敏俊 我刚刚问你的时候 你不是说妈在房间吗 我 我走的时候怎么跟你说呢 让你好好陪着妈 怎么妈走了你都不知道呢 我 老妈到底怎么了 她说 她要暂时离开家 她要跟玉玫去度个假 她半年之后再回来 光药 何丽姐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逼她 没有人逼她 这是她自己的决定 算话 快点 我去挤她 我去借她 我跟你一起去吧 等一等 何丽的脾气我了解 她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那光药 何丽姐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们告诉我 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们不说的话 我现在回老家去 妈 妈 管我 都是你们俩惹的祸 月梅 你别怪他们 你跟我出去 我有话告诉你 我先拿去 初明 我做饭去了 光耀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坐吧 玉梅 玉梅啊 我还是要说 对不起你 对你 对崇明 这几十年来 我没有尽到责任 甚至 连一点点心意都没有尽 光耀 这些话你以前一直跟我说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 今天当着你的面 我也不能骗你 不错 我们两个是初恋情人 而且你和崇明 都是我这辈子非常重要的人 可是玉梅 和离我们两个人是夫妻 是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夫妻 我现在的生活 越来越离不开她 你理解吗 我理解光耀 但是你们既然那么恩爱 为什么还要离婚呢 玉梅啊 和离之所以要坚持跟我离婚 那是因为 她考虑到了你的病情 我的病情 是的 我还有什么病啊 你除了糖尿病 还有 我 跟樱花 跟樱花 那我还能活多久 大概 还有半年时间 是 谢谢你光耀告诉我事情 何丽姐真是 我的肝硬化已成定局 为什么她还要离开你呢 现在我知道了真相 我更不可能介入你的家庭 光耀 过去我没有给你添什么麻烦 现在我更不可能给你增加负担 就让我 找一个地方 静静地死去 不愚美 你不会死的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医生来给你治病 我认识很多狗内外的医生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光耀谢谢你 有你这些花 我就很知足 现在我终于知道 何丽姐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要去找她 我要告诉她 我谢谢她 但我不会拆散你们 何丽姐 何丽姐就像我的亲姐姐 你又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 我衷心地希望 你们俩快快乐乐地 能过一辈 光耀 你放心吧 现在崇敏已经结婚了 我的人生任务也已经完成 除了你和何丽姐 你的孩子们都很尊敬我 尤其是敏君 你带我 犹如她的妈妈 我的人生充满了温暖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叶美 谢谢你 光耀 光耀 我现在就想去找何丽姐 我们现在就去找何丽姐 走吧 我去找我妈 少华 你去哪儿找啊 是啊 你们又没有目的 跟无头苍蝇似的 找也找不到啊 其实 这件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阿姨这么做就是为了 逼董事长和我妈妈结婚 这件事情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 我认为应该尽快让他们结婚 这样 阿姨自然就会回来了 我不赞成你这个说法 我可以了解你的想法 但是你们都别忘了 不管怎么样 妈妈是这个家里 明正言顺的女主人 她跟爸爸是明正言顺的夫妻 我这话说得有点重 但是事实 你们都听好了 少华 我去她常去的地方找 去她的朋友家找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要 好 好 宝莲 阿姨离家出走 大家已经心情很沉重了 你怎么还说这些有的没的呢 难过少华会生气 崇弥 我这样说什么不对吗 你 宝莲 没有人说你不对 可是我妈她 为了玉梅阿姨离家出走了 不仅玉梅阿姨 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过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看看她们怎么处理 我们做完备的 不应该乱说话 敏君 我不同意你这样说 你是少华的老婆 你倒是帮着自己的婆婆了 我也要帮着自己的婆婆着想啊 而且你婆婆又这么大度 肯成全她们 我觉得 就应该遵照你婆婆的意思 赶紧让她们结婚 这有什么不对吗 不是 你胡说什么呢 崇明 我跟宝莲是好朋友 我不想有些话说得轻了重了 伤了我们两个人的和气 他们的事宝莲不太清楚 拜托你解释解释 敏君 对不起 话还没说完呢 嗯 老 Wrap 敏君说得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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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